俄羅斯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 首腦普里格金 墜機身亡後 外界普遍認為 俄國國防部會持續將部分瓦格納兵力 納入正規軍 這讓波蘭總理擔心 在俄國總統普丁的帶領下 瓦格納傭兵會變得更具備威脅性 是用來用來誇張、抗議、攻擊、攻擊 和各種類型的抗議 在制作政策的保障 並通過抗議和俄羅斯和平羅羅斯 與白俄羅斯接壤的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 眼看危險步步禁逼 也不願作以代弊 這幾國的內政部長召開會議後 波蘭內政部長卡明斯基公開發表了聲明 卡明斯基坚定地表示 一旦爆发任何有关 瓦格纳集团的严重事件 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 将全面关闭与白俄之间的边界 并且无条件展开报复行动 事实上波兰对瓦格纳如此感冒 也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自从俄乌开战 瓦格纳转至白俄驻扎以来 波兰的国安情况就变得相当不稳定 波兰警方近日还逮捕了两名 涉嫌非法侵入国家铁路通讯网的男子 当局还指控俄国籍白俄政府 是主导这一事件的幕后黑手 索性这起网工 很快就被波兰安全机构察觉 才会对交通造成重大问题 环宇新闻视频室怎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